10分钟过去了,10分钟过去的时候呢,因为没有空调啊,里面没有足够的空气啊,但是开始有点缺氧的一个感觉,然后缺氧的时候呢,大家开始焦急啊,然后呢,我看到大家笑容都开始没了,然后过了20分钟之后呢,就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笑容,然后,我还说还好,我们被困的那个楼城是在B4, 这是最低,最低的那个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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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就说这栋掉下去也不会很严重,就没有什么事,但是是啊,没事了,很快,很快就来了,然后那过了30多分钟,还没有人来,然后结果听到上面,外面的声音,有没有人在说,哦呦,刚才就没出去了,没氧气了,然后结果开门开到一半的时候,电梯突然的升起来, 然后当时候还是真正的怕,因为它升起来意味着什么呢,意味着如果升起来掉下去就会有危险了,然后我们就不停的就说不要再升起来了,不要再升起来了,然后升了一个高度,然后又掉了一点下去,然后结果还好,我们最终就是脱离一个危险, 对,其实我觉得是也是一个纪念吧,就是一般人很少就是在一个历史里面共同度过40多50分钟的时间 谢谢